瓜富乡大农大富贫地森林园区的赏银活动今年是迈入第七年了 每年都创下了数十万以上赏银人次 在林管处的积极辅导统合之下 园区周边有十个社区部落不仅成为萤火虫富裕保育者 也透过赏银生态游城带动部落特色的产业发展共创双银 一千两百公顷的森林 树海不仅在寸土寸进的台湾土地上难得一见 所孕育丰富多元的动植物生态也令人激爽 尤其具生态环境指标性的萤火虫蔓延 也照亮了在地生态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 社区部落不分老兽也加入萤火虫生态富裕的工作 就是在赏银的时候会看到比较多的两种 黑色会跟大陆虫 算是一个很多元化的 有水生的萤火虫有陆生的萤火虫 那一年四季都会有萤火虫的出现 像是现在这个季节是春秋天 春夏天这个交界的时候 有我们现在的黑色会出现 那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很特别的山窗 它是全台湾目前最大的萤火虫 今年迈入第七年的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赏银活动 年年创下超过数十万以上的赏银人士 除了花莲领馆除了辅导统合 园区周边十个社区部落更是不遗余力 那我们还是秉持的初衷 就是为这个地方生根生态的一个保育 教育带传承这样子 很希望这个活动精神再能够持续延续下去 能够我们一代传一代 然后接下来就是交办给下一代做保育工作 不仅成为园区萤火虫富裕保育者 透过赏银生态游城带动部落特色产业的发展 实质受惠共创三营 这次我们连办了七年 在这个社区周边社区的整个结合 真的是正面的一个能量 你看从八个社区九个社区 然后每一个社区都不同的族群 然后结合在这个地方 除了永续环境之外 我们还把这些资源再带到各社区 把社区的一些产业经济 把它活络起来 七年前平森园区第一个萤火虫飞舞林间的魔幻魅力 让周边社区部落经验 在花莲林馆处的支持协助下 着手保育 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 也透过赏银活动推动生态环境教育 永续这一份天赐的森林荧光海 记得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